我可以用你这一个来教小朋友 可以 Copyright 不会啦 嗨 艾莉 嗨 应该是Jolie 对 这是什么 哦 这是我的日本和谐粉彩画 COVID的时候 2020年 2020年 6月我开始 从那个zoom那边去学习 然后学了半年之后 我就去考那个老师的文凭 你看到这个就是 我在课堂上教学生 怎么用原来的三种颜色 然后blending 就是推染 最后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都不一样 所以它有个人的风格 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从他们的画 去看 你这样画是不是你心情是这样 你呢你的艺术作品 我平常都画一个粉红色的猫 平常画的就是人家的心情 有时候人家就讲拜一就不想做工 然后拜五就想回家 要吃什么 所以也可以给你看 这个是那个猫 平常我就在电脑画了 然后我就会印刷出来 然后我会给我的朋友 我是做一个资金订阅 然后就每个月收到不同的东西 这里就是我的Instagram 这个就是等下那个枪毙的花花 我们可以去看吗 也可以啊 我们来去看我们的 你的壁画 我的壁画 对 噢 所以这是 The mascot is having a picnic with some Singapore food and like some flowers egg 对啊 and that curry puff 噢 还有那个椰浆饭 那是你画的吗 你画的是一个开心的太阳 对 开心的太阳 所以人家走过的时候 就可以感到很开心 所以你准备吗 准备吗 我的学生是Nagumi Art 噢是 好的 开始吧 好的 好 今天我们就要画这一幅噢 所以首先我相信你们都懂了 Joey 就是拿你的那个纸噢 然后masking tape 保护我们的画纸 当我们做画的时候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这个旁边的纸 肮脏 也同时呢是让它有一个框 就是刮粉的时候呢 是轻轻的把那个粉彩条 靠近你的纸 接下来你就用你的干净的手噢 转圆圈 然后把粉压进纸里面 轻轻的用铅笔 把那个叶麦啊 画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要割这边 yes 割 你割了哈 割了 噢 ok good 果然 年轻就是不一样噢 这个叶子噢是运用这个三个色 红色 红色 蓝色 啊 黄色 啊 黄色 ok 你可以刮在你的 刮在这里 然后再用手涂上去也行啦 噢 刀片记得放前面啊 不要被刀片割到啊 啊 Joey 我忘记教你这个 这个颜色你沾了之后 要把它折进里面去 好 呀 收起来 ok 就是这样 大概两下这样 因为你边边有多余的粉嘛 你推进去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就把它 少掉 这样子处理了干净了之后 就是围着那个叶子啦 在它的周围 叶子的周围 就是顺着它的形状这样转 那我们来画那个甲虫啊 用对了 用那个圈圈的 stensor 哦 ok 然后你就想要摆在哪里 好 如果你们画好了 我就是要喷咯哦 先把它放到外面去 你喜欢哪一张 这个因为那个叶子很 很美 然后那个颜色也很特别 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嗯 不知道 就站在你旁边 哦 我很喜欢 Wendy 阿嬷 哈哈哈 你记录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觉得你画的不好 不代表你一直不好的 只是今天你的状况 就影响了 yeah ok 所以给大家 每个人一个掌声 yeah Joelyne 今天第一堂的和谐粉彩课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很好玩 不会觉得难吧 不会 很好玩 好 那么现在你要自己设计 你自己的图 你准备好了吗 让我想一想 嗯 需要很多时间吗 哈哈哈 嗯 看应该可以开始了 ok then let's star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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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样就不可以了 嗯 还是学东西都很快的对吗 还好了 就有很多颜色 就有很多颜色 天空是吗 你现在画里 对 天空 对 天空 我的泡泡我要用这个 Hard Shack的 ok 这样就来 嗯 可以用你这个来叫小朋友 可以 Copyright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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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嗯 好看 好 谢谢 嗯 这只猫叫 Paper 哦 所以你画的那只猫 就是这只猫 对对 有趣哦 嗯 对 你学得很快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叫我这个 Nagomi Art 不客气 你要继续画 好 一定会 now are you ready for your challenge? 嗯 what challenge? 嗯 we'll see 好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